我们说到台股今天要挑战8000点的整数大关了 会不会再次由半导体族群继续的领军呢 台积电的共同营运长蒋上亿昨天就说了 台积电以前跟Intel向来是河水不犯井水 不过随着Intel开始要来抢台积电的生意 台积电将会加速的发展先进制成的技术 希望能够在10奈米的领域上全面的追赶上Intel 另外细品也决定要砸下300亿元在中科扩产 今天交付张中某罕见激动的口气 全都是因为Intel最近抢走了手中的客户 面对Intel竞争的因应策略 台积电共同营运长蒋上亿表示 台积电由20奈米跨入16奈米制程缩短时间 确定缩短一年 也就是从2015年开始将提前量产16奈米制程 同时为了满足客户需求 台积电已经决定加快研发的脚步 希望10奈米世代就能够全面赶上Intel 时间点就落在2017年 业界认为Intel尚未释出10奈米的量产时间表 而台积电率先喊出10奈米的目标 有力拼Intel的味道 随着IC封测产业近年掀起在台投资热潮 继日月光启动男子第二园区投资计划之后 细品也积极密地构建 预计明年初将取得中科七星园区 大约1.5万坪的土地 最快明年底之前动土 投资金额上看300亿元 预估人力需求4000到5000人 半导体产业在台积电吹起号角下 充斥着利多的氛围 同时台积电第二季营运展望 由于外资圈的预期 美英的零证券就指出 包括联电 日月光 齐邦 联发科等七党个股 第一季的获利和第二季的营运展望 渴望表态跟进 半导体族群成为相对安全的布局标的 东产新闻综合报导